所以在往前走的同时呢 也要继续地提高防治的政策 不只是政府要做而已 而且也要确保就是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 您也提到了这个非政府组织 就是刚才您谈到作为美国 当时您担任美国艾滋病全球大使 和中国的政府部门卫生部 有很多密切的合作 那么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 那么在2003年之前 包括在2003年之后的一些几年当中 非政府组织 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 在中国呢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现在中国政府在这个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工作 做努力做了很多 那现在中国的 在中国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 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也好 还有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也好 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就 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了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非政府组织 要在那去工作 这些非政府组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力量 可以去打击艾滋病 非常重要 因为要真正解决艾滋病呢 是不能只用单一的药物或单一的方法 所以我们知道有不同的战略 要使用不同的策略去教育 而且去做这个意识的提高 去教育不同的人民 不论是工厂里面的工人 或者是一个公民的团体 在社区里面做活动的公民团体 或者是有特殊利益的 就是对于文化 还有体育有特殊兴趣的这些团体 普通的社区的团体 这些团体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兴趣 去研究去看一些特殊的问题 这些非政府组织呢 他们就有这样的力量 如果我们能去支持这些非政府组织 他们是可以有带来非常大影响力的 而且也可以和政府相辅相成 所以这真的是像一个蛋糕一样 有不同的层面 政府是要所有整个蛋糕都涵盖的 但是当中不同的层 蛋糕不同层呢 就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组织来形成 还有很多问题 一会儿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的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实施大家单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全球艾滋病疫情以及防治的情况 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 是世界卫生组织前助理总干事 周启康先生 周启康先生曾经担任 美国全球艾滋病防治大使 你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 参加今天的节目 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是108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 你可能要先拨108-7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您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吗 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途径 这样您的手机能上网 您就能随时随地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简体版的地址 cn.voa.mobi 繁体版的地址 tw.voa.mobi 赶快用您的手机试试 天下新闻天天看 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局势变幻莫测 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网络 24小时追踪为您提供最新消息 东南西北天下市市事报道 客观详实公正可靠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师 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回到节目的演播现场 我们线上有一些观众和听众 希望参加讨论 我们先接一个电话 河南的李先生 河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想说就是艾斯病 我在中国 我没有接触过艾斯病病人 我也没见过艾斯病 反正我中国 我据我所了解 中国反正就是 那个小 像美中美法 像那些酒店 像那些 做那些就是怎么说呢 做那些幸福的 我觉得这些人还是挺多的 还有就是我想说 就是说是在消除艾斯病这方面 我想问专家 就是是不是这个人呢 就是说是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在多大成熟能起到作用 就是是哪 什么是肯定的 就是说是 就是人 他那个 随着人的这个 情投 而且文化 生活的水平 而这个健康的 积极健康的心态 那种生活心态 的成熟 或者是 那个什么 完善 或者是更加好的话 对这个艾斯病 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好 非常感谢 还有就是 时间的生活水平 越来越好 那艾斯病会消除的 肯定会快的 河南的李先生 我觉得我想接着 李先生的这个话题 从李先生问的问题 和他发表的观点 我们能够 听得出来 在中国 实际上在世界各地 对艾滋病 和艾滋病毒本身 还有很多的 不清楚的概念 甚至有很重的歧视 比如说刚才李先生 就一提到艾滋病 就想到了发廊 四勤场所 性工作者 刚才李先生还说到 怎么样才能消除这个艾滋病 是不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们的道德水准提高了 就能消除艾滋病 就能根治艾滋病 可见很多人把艾滋病 视作是一种 不道德的病 你怎么看这些 民间的这种观点 艾滋病是一个 很多因素 所造成的疾病 有些疾病呢 是因为 很多人 在生病的时候呢 不去看医生 不去找解决方法 因为他们觉得 这是一种耻辱 因为他们认为 去看医生的话呢 会觉得很丢脸呢 甚至会有些人呢 会去歧视他们 这其实是让 这个疾病呢 变得更加糟糕 更加严重 我们在非洲就看到了 有一个全面的战略 全面的策略 让死亡率 还有感染率都降低了 而在这些 像中国一样 比较幅员广大 很强的国家呢 我们知道 这其中有很多层面的 社会和经济 不同的区域 比如说 有些地方穷 有些地方有钱 就是跟美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让 用美国的经验 来回答 刚才李先生的问题 那就是 要继续坚持地 用中国的政府 还有非政府组织 要不断地带新的信息 给人们 而且要用新的 治疗的方法 然后要有让他们 不断进行对话的机会 而且是使用教育的方法 这非常的关键 因为呢 一定要让年轻人 他们成为成人的时候呢 他们一定要知道 最正确的和艾滋病 和卫生健康 相关的正确的信息 我们之后要面临的挑战呢 是看到这个人口 人口非常多 而且呢 非常多样化 所以今天行得通的方法 在日后呢 一定要有所改变 才能应对 中国未来的要求 因为这不止 只是量上面的要求 也是质量 质上面的要求 所以要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要让 带给人民正确的信息 在采访当中 经常接触到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 艾滋病防治人士 他们当中有 有一些人 是医生出身 像您本人一样 有很多人呢 不是医生 他们是社会工作者 是非政府组织的 项目官员 有一些是政府组织的 政府官员 很多人 在采访当中 这样讲 他们说 艾滋病人的 孤独感 和社会 对艾滋病 和艾滋病毒 感染者的歧视 比艾滋病毒 本身还难攻克 还可怕 他们认为 对艾滋病 和艾滋病毒 以及艾滋病人 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 是根除艾滋病的 最大的障碍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当一个人感到隔离感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就不觉得 他就不会想要去看医生 去寻求治疗 因为他们信息不足的关系 因为他们被隔离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行为 就会和他们之前 感染到这个艾滋病 一样的行为 而且还会把艾滋病 再传染给别人 就会让更多人 感染艾滋病